門市人員DIY場部展場 邊照量尺寸邊整理 但臺北市17日戶外體感溫度 一度高達44度 室內室外不想熱昏頭又發爆 一鍵打開腰帶型的環繞風扇 涼風從五個出風口由下往上吹 拜科技所賜 前後左右不偏心都能吹得到 能解放雙手散熱 吸引不少戶外工作者青睞 而室內裝潢也有科技應用 從隔熱做起 從側邊就能看出玄機 一格一格的設計就像是風潮結構 因此有風潮連支撐 也是主角透光和隔熱的關鍵所在 光線進來熱源就被風潮連阻隔在這裡 那它中間的厚度又可以隔絕 就是玻璃的傳導熱導進來室內的部分 所以它其實有點類似雙重隔熱的效果 現場實測輕輕一拉 背景的光就完全看不到 去之纖維的材質經過處理 甚至能反射紫外線 電商平台還有很多賣家 在賣太陽能風扇帽 利用太陽能或USB插頭充電 主打在外同時遮陽和自帶涼風 炎炎夏日降溫隔熱商機搶攻市場 考驗業者創新與實用技術 華視新聞 曹生 陳清順 台北 採訪報導 哈囉 我是莊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